欢迎收睇冬章西望 恭喜冬章plus一岁生日快乐 我们举办了一个 你最支持的冬章女神选举游戏 将会在今天开始 自对10月2日期间进行 玩法很简单 大家只要去冬章plus 里面就会有十大冬章女神 当中选出你最支持的三位 冬章西望外景主持就可以了 不是吧? 三个数据哪有足 当然参观朋友有机会得奖 我们会随机抽出100位的参加者 抽中的朋友有机会得到 价值1580元 全新MyTV Super智能解码器 连12个月MyTV Gold的服务 真的很吸引 大家快点掃眠以下这个QR Code 了解更多的资讯 例如是游戏的玩法和参加的办法等等 快点去玩游戏赢产品 那当然快点投票 踊跃投票 你选谁都可以 因为我们东章西望的女神 大家都知道 都是胸襟广阔 很大方 没有解体 说话之间更加不可能俗称有骨的出现 你以为以下这种东西吗 有人问 如何里面会有骨的 炸鸡筷是不少人的快餐必选食物 最大的卖点就是没有骨 不过观众林先生 昨天去到快餐店吃的时候 就有一个特别的经历了 我叫了一个麦乐鸡餐 那女儿幸好没有吃到 吃到第三个 我便发现了有一块类似骨的物体 我直接放在嘴上 已经咬了 发现有点不对路 我便开始拔出 然后我向职员投诉她 我便跟她说 为什么麦乐鸡里面有这块骨 当时我便跟她说 我说先把骨肉包给我 然后我便继续吃 很多小朋友都会很喜欢吃麦乐鸡 我觉得要反映这件事 正式反映的问题 我想问当时你女儿有没有吃麦乐鸡 幸好那天她没有吃麦乐鸡 她只吃薯片和喝水 林先生的女儿没有吃炸鸡筷 但她对餐厅的处理手法有保留 她们没有出声,也没有回应我 只不过对我说不好意思 还有要给我一杯热水 是否需要 处理方式当然不接受 因为你要跟我解释 为什么麦乐鸡 雪藏会有骨的物体在里面 我和制作组 便去同一间分店 一起试吃同一款食物 你那一块有没有 没有 你呢 都没有 对面那一块 都没有 有时候都放在那里 但是这个时候 我竟然发觉头中有异样 不是开玩笑,真的有骨 是软骨 我们随即跟餐厅经理反映一件事 你好,不好意思 其实想问一下 因为刚才吃麦乐鸡吃到这块 我想问一下 其实软骨是否正常 因为也挺大 你夹的这个鸡 我继续一块 因为我会上报给供服务员那些 我们是中央西望的 中央西望的 是 也想了解一下 因为始终也有人 有这个食品安全 和我们反映过这个问题 我们亲自吃的也有这个食品 我们亲自吃的也… 你们昨天吃到… 不是,这个是我们刚刚吃的 这个是我们刚刚吃的 你可以查看CCTV 是我们在这里吃的 你等等我 我现在看下来吃的 就能够用这个食品 好,谢谢 但是我可以帮我拿鸡 其实是食物批刺的问题 还是只是… 我真的答不了你 对 我没想过真的吃下去 会有这么大的骨 很小,尺寸也不小 其實我們也比對過 跟一元銀相比 是小一點,但頗為有份量的軟骨 林先生吃到一塊長骨 而我們就吃到一塊類似軟骨的物體 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就把片段交給專家分析 我覺得像是雞骨 因為它的骨很幼 但是就不像在加工裏面 不小心剩下的一條雞骨 軟骨、軟組織都有機會 起這個雞肉可能都是用人口的 好像逃宰的時候 將雞胸這樣切出來 那就有機會是肉和骨之間 黏住了一些軟組織 可能叫做雞軟骨 其實都是吃得的 有機會在切的時候 就不小心切下去了 我們亦就事件 向攝氏的快餐集團查詢 他們都對事件高度關注 說會聯絡顧客跟進事件 表示出售多年來 從來未曾發生類似事件 而有關快餐集團已經聯絡供應商 並以測試同批次產品 檢測結果並無異樣 就我進食時發現一小塊軟骨 攝氏快餐集團表示 脈絡雞原材料有機會帶有雞軟骨組織 他們會繼續秉承嚴謹的營運手則 和食物安全標準 今天下午大概1時 一格巴士沿著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 途經小南一帶和前面的吊臂車的相撞 吊臂車的車尾就撞進了巴士左邊的車頭 據了解攝氏的吊臂車懷疑發生事故 事發時停在勞博 而隔離線的巴士越線撞向車尾 而意外的原因還是調查當中 當時巴士司機曾經一度被困 事件也養成33人受傷 這個絕對是突而其來的意外 至於舉行演唱會 當然就是要準備十足 紀念顧家輝和黃占叔 兩位音樂大師的輝煌演唱會 進入最後彩排階段 今天Lisa姐、華娃、張德蘭和Miss Chan Chan 幾位前輩歌手和樂隊練歌 大家進入備戰狀態 很久沒有唱這些歌 這些陪了我們幾十年的歌 有很多電視劇的回憶 很開心, 見到很多朋友 是, 最開心是見到這麼多老朋友 當然, 因為我們很久沒有聚過 有些人在外國居住 他們這次也特別回來了 是, 華娃姐呢? 當然開心, 她也沒變 一樣這麼漂亮 你肥了一點, 我胖了 開心幸福 我想問這次兩位選了什麼好歌? 不用這麼快說吧 總之歌答應大家, 一定是大家都熟 有沒有一些雙腦筋? 因為你們也有很多好歌 的確有些雙腦筋 因為手手…你沒唱歌 他就像你… 為什麼你不唱這首? 沒辦法了 我不選, 他們選, 導演選 是, 就是交這個重任給他們 是的 華娃姐呢? 我沒有, 只有兩隻, 兩、三隻 是 聽慣聽熟 好, 耳熟論唱 我自己唱歌 我剛才聽你練得很好聽 雲亮, 是嗎? 我剛才聽說, 別說了 那歌的衣服呢? 是不是準備得七七八八了? 做好了, 衣服很漂亮 有沒有透露一下是怎樣的? 其實呢? 晚裝 你是不是晚裝?還是穿晚裝? 我…我旗袍 現在不行, 穿大肚子 穿個披肩吧 是呀… 再加一個披肩吧 你借給我, 好嗎? 我不知道這件衣服怎麼樣 長衣而已 長衣什麼顏色? 不可以透露 華金快, Gigi十八歲了 華金快, Gigi舉行歌唱了 華金快, 原來Gigi出道兩周年 有沒有覺得自己長大了很多? 有的, 非常這樣認為 而且我覺得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真的…好像上一次 都過了沒多久之後 就已經兩周年 Gigi入行兩周年 沒有舉行Fan Club活動 沒有慶祝派對 而是金明兩日舉行義賣會 有Gigi親手做的月餅 有漂亮的照片 還有其他周邊紀念品 其中有兩個袋 成為朱鹽粉搶奪的目標 這兩個袋是我親手畫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我會畫這兩個公仔出來 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生物 不知道是什麼生物 我也是那一刻 真的畫到不知道怎樣畫的時候 它就出現了這個公仔 有些位置是我畫錯了 但我覺得這樣可能畫一點也沒什麼 我就畫了這樣的生物 完全看不出來畫錯 這個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它 但我覺得這個希望大家看得出是火 也是不知道為什麼畫… 就是代表著你的? 也可以, 有一點點的 那粉絲對你這麼好 有沒有什麼說話都想多謝他們呢? 我的粉絲非常盡心盡力 也很團結 所以我也非常欣慰 也好像前世拯救了宇宙 Albert, 你家裡的高空雜物情況 有沒有改善到? 還有沒有人放東西下來? 事好事壞 有人說笑話 除了錢之外, 什麼都會飛下來 結果今天真的發現有錢 兩個硬幣 但一看, 這兩個就是去玩代幣 當然高空雜物是不對的 另外, 如果想給我錢 不要放下來 敲門直接給我都可以的 好, 休息一會 待會兒見 輕度智障太太遭人暗中非禮 丈夫用盡方法 必須要捉拿疑犯歸案 你不要走啊 不要走, 走不掉了 稍後東張西望 回到東張西望 昨天在家長群組風傳這段片 疑似有人在港鐵車廂裡非禮女童 一起看看 這名男士趁隔壁的女童 專心玩手機的時候 伸出右手, 鬼鬼祟祟地接近女童 他首先以一隻手指 觸觸女童的手臂 見對方沒有反應 再用食指中指摸她大腿 摸了幾秒之後 就藏著手, 用背囊遮住 以為她就此罷休 怎料男士看了一陣手機 雙手又蠢蠢欲動 向女童伸出魔罩 這次他非常明目張膽 把手就躲在女童的大腿上 見對方沒有遺疑 還用手摸對方的手臂 據了解, 攝氏的女童 只有十二歲 幸好拍片的這位乘客 他當場證實了 這個女童跟這個男子互不相識 然後他們就合力制伏了他 他亦當場被捕 而這位二十二歲攝氏的男子 原來是慣犯 曾經犯過兩次非禮罪 罪行是不能壓引 因為壞心腸的人隨時在你身邊出現 一種非禮案件揭發 受害人丈夫和疑犯的微妙關係 一名輕度智障女子 五月份懷疑被男友人 分別帶回家和公園非禮 對方更加拍下她只穿內衣的照片 更明目張膽把照片傳給她丈夫 事後丈夫大同太太報警 事件曝光後公眾話言 該名疑犯名為阿輝 之後警方正式向她作出起訴 案件在百月宣判 阿輝需要守行為兩年半 期間不得騷擾受害人馬太 否則要收入精神病院 服從三個月醫院令 智障人士理應受到保護 為何會有人這麼隱心向他們伸出魔爪 做出令人發指的行為 馬先生和馬太 兩個人五年前在工作的快餐店裡認識 情投意合 兩個人很快拍拖成為情侶 不過這段感情發展並不容易 馬太一出生 已經被醫生診斷為輕度智障 有些人未必接受得到 馬先生也受到很大的壓力 我認識到太太已經是 她有這種輕度智障人士的病 我媽媽最初知道她有這種病 就有點抗拒 我跟她說, 每個人都有這種病 難道不理會她嗎 馬太雖然是智障人士 但心地善良, 樂於助人 跟馬先生拍拖不夠兩個月 馬先生就提出婚事 大約一年前 兩夫妻搬到荔枝閣的一個劏房 在住所附近 馬先生曾遇她一個住在蘇撲村的 舊朋友阿輝 大家只是點頭之交, 平水相逢 小估不到阿輝竟然向馬先生 兩夫婦展開跟蹤 還找出他們的住址所在 有一天, 趁馬先生上班之際 阿輝登門拜訪 當時家裡只有馬太一個人 阿輝自稱是馬先生的朋友 並且用一個很難令人信服的理由 令思想簡單的馬太開門給她 人狼入室 她說上去看電視超級電視 我開給她, 我一直在看 你當時也在看電視? 我在看電視, 她在這裡按鈴 然後我坐在這裡看 然後飛機坐在這裡 阿輝一進入屋 不是看電視那麼簡單 而是有所動作 坐在這裡, 我覺得她沒有我得最多 我在這裡看電視, 我說不要搞我 看電視, 別搞我吧 她不聽 馬先生其後回到家裡 看到阿輝, 非常錯愕 馬太太就向馬先生投訴 懷疑租阿輝非禮 馬先生於是馬上向阿輝提出警告 但對方完全若無其事 阿輝, 起油敵火 你不要走 不要走, 你也走不掉 我在現場撞到她 跟她對摺過, 在這裡罵過 然後她也…我不斷跑 她不斷回家 我完全只追到她的大廈之間 你不要走, 今天我已經報警了 但阿輝並未就此罷休 反而變本加厲 說自己留下了一張八達通卡 在馬先生家裡 要馬太太拿回給她 馬太太不如有詐 又剛好讓她找到一張八達通卡 結果送洋入府口 然後把八達通卡給我上去 我不想上去, 我說想要走 我拿著八達通我走, 不想放我走 據馬太太說 阿輝在她家強迫她拍了一張 裸露上身, 指穿大日空圍的照片 不過仍然不肯放過她 然後帶她去附近公園 繼續展開第二輪飛禮 摸了十幾分鐘 摸了我的膊塗 我說她不要這樣做, 她不聽 然後我按開它, 然後我走了 令人意外的是 阿輝竟然還把馬太的不雅照片 送給當事人, 認真膽大包天 她發給我太太, 我太太就給我太太 然後她告訴我的情況 然後我太太就收到她的電話 我媽媽, 她家人也喜歡我太太 她有輕度自障, 還有妄想症 我覺得她有精神發病, 開始發病的情況 曾經是自己的朋友 竟然傷害心愛的太太 難怪一說起對方, 馬生就咬牙齒齒 如果香港沒有法律 我真的想打開這種情況 連時是憤怒, 憤怒想打開 其實我就是意外, 我也不會這樣做 你最憤怒的地方是什麼? 最憤怒就是去搞我的太太 為了解整個非禮事件 我們去到疑犯阿輝的家 當事人不見, 不過就遇上他媽媽 媽媽就說出事件的另一個版本 馬生說你兒子非禮他老婆 神經病 你知道這件事嗎 真的差不多是離證的 是離證的, 一次一次說話 我們是真的, 罵人借錢才能付錢 你參與報復, 報復也好, 留不有 你們有沒有報警? 當然有 他也問你兒子借錢嗎? 當然有, 出了糧給錢, 人家出了錢 他們是不是好朋友 所以兒子才出了糧就給錢他? 是啊 馬生投訴阿輝私影馬太子村內衣的相片 阿輝媽媽則質疑照片的內緣 她說謊, 說馬生兩夫妻合作 她回到我來香港, 看舊相片 她說是非禮的老婆 我說我沒試過 她經常打電話公司, 很麻煩 馬生說你們很喜歡她老婆 是否真有其事? 沒有這件事 對於阿輝媽媽的指控 馬生一概否認 沒有 我們有拿中門金, 有賺錢 因為我太太又回工場工作 我何必須問人借錢呢? 因為曾經警方都調查過 因為她曾經跟我太太回到長生行警署 因為公屋也有CCB, 為何拍不到我們的情況呢? 因為公屋也要登記 坐電梯也有CCB 正門也有CCB 你一定能拍到的 我不明白為何她拍不到我們兩個 對於那張筆雅照片 她亦否認是插裝架 不是, 我們沒有拍過 我們沒有陷害她的兒子 她陷害我們就多了 因為… 因為令我們上警署 上了很多次去警署 非禮是嚴重罪行 何況對象是智障人士 更不能顧惜 馬生於是向警方報案 兩夫妻在警署進行錄影後空之後 再被送往醫院 由醫護人員對馬太進行心理評估 擾讓三個月 事件終於告一段落 馬生總算鬆一後氣 我很滿意 裁判也不錯 希望她不要再騷擾我們家人 非禮事件, 雙方各有所指 背後的真相 相信只有幾個當事人最清楚 不過無論如何 身在其中的馬太 始終是最無辜 利用智障人士的單純 去達到邪惡的目的 的確是非常可恥 你最支持的東章女神選舉遊戲 已經正式開始了 大家快點檢查以下這個Kirak 去投選你們心目中的東章女神 除了有遊戲玩之外 為了慶祝東章Plus一周年更有敬身的內容 包括有十大名家童理解宜蘭 你在生活上遇到難題也好 甚至被惡夢圍困住也好 都說解得開 實在太神奇了 真的很神奇 還會是即報即解 我們會即時幫你跟進 然後即時幫你解決問題 大家有什麼奇難雜症呢 快點報料去東章PlusLawai 不要說那麼多,快點 選哪個東章女神 有我的名字嗎? 有,好,明天再見 再見 再見 宜蘭芳 頭帶貫飾,手足,佛牌,金鏈 掛滿全身,還有大批行李隨身 他長期八占車站大堂座位睡覺 當正自己的家 後車乘客人人買他怕 留意東章細目,發脊照展碎公主